我现在从对面的标志店 来到了正对面的分田 因为今天既然趁着这个功夫 那我索性就把这个素材都拍一下 然后过去以后再慢慢简洁吧 然后陆续的分享一下这个系列 都是和Van相关的 就商用车相关的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分田 因为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曾提到 在这个轻型商用车市场 这个LCV 就Lighter Commercial Vehicle 这种轻型商用车市场在欧洲 除了Van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皮卡 然后几个大品牌呢 都有各自的皮卡车型 作为分田而言 日系 日系他们来到了欧洲以后 他们Van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本土设计的 因为Van可能是一种 欧洲特有的这种汽车文化 所以他们都是找当地的 这种大厂合作 推出自己的Van的车型 对于分田而言 他们有两款Van 只有中号和小号就没有大号 而这个中号和小号的Van呢 都是由PSI家族 来给他们代工生产的 就是和刚才看到的这个标志 他们的这个中号Van和小号Van 是完全同平台 完全是一个样子 就改成分田的标 然后但分田呢 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皮卡车型 就是很著名的海拉克斯 然后我现在把镜头转过来 他们这个门口就停了一辆 海拉克斯 Hilux 这个在皮卡界是简直 就是神一般的存在的 一个皮卡车型 但是在欧洲反倒销量 非常一般 因为欧洲销量第一的品牌是福特Ranger 那一款皮卡的话 占了大概四分之一的销量 百分之二十六的一个市场份额 第二可能才轮到他吧 还有那个拉瓦哈 对 第二第三基本上都是他们 然后就是大众的阿姆霍 分田的皮卡 大家看一下 Hilux 这是一个那种欧洲比较流行的 那种中号的这种皮卡车型 体型规格并不大 和那种美式 北美的那种全尺寸那种F150那种大皮卡 就是相当于小号了 小艾科了 然后一般后斗里面都是这种涂装的 很厚的这种喷涂 然后加个盖的话就特别好看了 不过皮卡我也喜欢 但是油耗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过皮卡 如果考虑皮卡的话 肯定多半也是选择那个福特品牌 它这个车卖的好像挺贵的 然后我把镜头调转一下 咱们到分田的门口 随便大概拍一下吧 它的那个两款Van 这阳光好强啊 看一下凯美瑞Hybrid 这个车上市时间并不是很长 还记得标志刚拿了HIFT和了吗 这就是它的孪生车型 挂着分田的标 然后外市上面遭遇做一些修改 然后就摇身一变 变成了分田的品牌 这就是在这种商用车市场 各个品牌之间 具有千世万缕的联系 这种合作关系 旁边这辆是凯美瑞 实际上作为日系品牌 在欧洲的话 主要就是本田 分田 泥桑 这三大品牌 这三大品牌的B级车 目前只有分田 引入了一个B级车凯美瑞 其他品牌 实际上凯美瑞引入 可能也就很短的时间 也就这一年我才看到 之前是没有B级车的 在欧洲市场 像那个双田的 像本田那边 就是没有雅阁这个车的 在欧洲 所以我说本田比较弱势 在欧洲 存在感很低 但分田作为第一大厂 在欧洲还算是比较大的 它的萌田就特别大 之前看了个 本田的萌田特别小 所以这个叫Pro City 这个也是 这是一个家用版的 您后面是座位的 它当然肯定也有商用版的 这个车推出的时间就在今年 但是中号的Van 中号的Van就叫Prox 家用版叫Prox Vexel 那个车已经推出好多好多年了 从第一代开始 现在是第二代嘛 咱们可以去他的店里面看一看 看看分田在卖哪些车 这是RAV4 这是全新的Hybrid IV4 这车外形很漂亮很炫 这是Pres 这是全球第一款商用混动车型 这个出来太多年了 在欧洲卖的特别好 有很多那种车子车用这个车 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代 把那个屁股设计的挺有意思的 咱们来看一看 你看它的这个车有哪些 DHR 这是亚力四 这个就是国内的MPV 叫什么呢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叫啥名字了 很多车型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这是MPV 国内卖的不是很好的车 RAV4 然后就是这个车 我刚才说的 你看 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商用家用 玻璃 石芯 这是小号的 然后这就是中号的 中号的商用 中号的家用 很好看吧 然后这是皮卡 这就是构成了分田的这种 分田的这种商用车的范畴 只有两款 中号 小号 小号 中号 这车我蛮喜欢的 我之前发过一个图文帖 就是详细的来介绍这款车的 选择特别多 你看 PSI标志的颜色 标志性的颜色 各个版本 这个它的颜色选择 这是家用的 然后它的商用的 HILUX 皮卡 这车比较贵 然后这就是陆行了 Land Cruiser 这还有三门版的 在欧洲我在路上经常看到 这是分田的信仰 SUV 陆地巡洋舰 有三门版的 非常可爱 很好看 不看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这边好空啊 之前来的时候有好多车 PROX 刚才没看到的 你看和那个标志的HIPT和几乎一样的 几乎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中低配了 因为中控台 这要很简洁 这要是一个空的 然后手动挡 然后这个座椅可以放到 我说的 这是个七座版的 后面还有两个位置 二三二 七座版的 这是长轴距的 它有两个轴距 它的店里面没有Vexo 没有PROX PROX Vexo 那个中号的 只有这个 这是CHR 也是刚刚换代的 卡罗拉 丰田卡罗拉 这个是很重要的车型 这是大换代的Yaris Yaris 这个小车在欧洲卖的属于比较好的了 因为欧洲流行小型车 亚利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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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的 车型好少 丰田卡罗拉 前几年 每款新车上市以后 把中央最好的位置 让给新发的新车型 现在只有放到一边了 之前我来的时候 再放了好多卡罗拉 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作为丰田家族 就这么简单 哎呀 闷死我了 对着遭阳 往回走 幸亏我的家泥 这边很近 大概到这儿都花1.5公里 这距离很简单了 然后接下来 我就来拍一下泥桑